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 揭开了我们法医DNA应用的新篇章 我们可以从基因组的水平出发 来研究我们所需要的遗传标记 这张图给大家显示的 在人类基因组里边 不同的DNA结构所占的比例 我们大家看这个角上3% 就是微卫星的重复的DNA序列 占到了3% 那么就是说有一个简积 是属于重复序列的DNA 那我们这些重复序列 我们就可以用于法医的实践 那么这些微卫星的DNA 它除了我们法医上应用它以外 在疾病 在诊断疾病 在其他有没有贡献呢 这张幻灯片就是告诉大家 微卫星DNA 或者重复序列的DNA 不光可以用于法医的实践 而且可以用于医学的诊断 和疾病的研究 比如说 Hunting disease 这种舞蹈病 它都这一类属于神经退行性病变 比如说3X 那么这一类病变 都可以用微卫星的DNA 或者重复的DNA去诊断 我们知道 Hunting disease 它主要是它的重复序列的数目 发生了改变 引起了疾病 那么这一张幻灯 告诉大家 我们在从基因组里边 怎么样去通过STR的序列结构 来寻找新的遗传标记 因为我们有了基因组的序列 我们上网就可以得到 所有的任意 你所感兴趣的DNA序列 我们用专门的软件编程 我们就可以找到 我们所感兴趣的SMP STR等等这些遗传标记 那么这就是告诉 大家这是我们感兴趣的一段序列 我们通过软件定义分析 结果在这一段序列里边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以DNA核心序列 重复序列DAA 为核心序列的 STR的遗传标记 那么它就在这一步 那我们根据这个DNA的遗传标记 我们这样在信息学上 我们发现了以后还不够 我们还要再怎么 我们要在实践里面去证明 在实践里面去证明 我们要做两个工作 一个方面的工作 我们就是要看它 是否有遗传的多态性和稳定性 那我们看遗传的多态性 我们在哪里看呢 我们要群体看 所以我们要做群体的研究 比如说一般我们遗传学上规定 我们做群体研究的时候 做这一类STR群体学生研究的时候 我们的抽样的样本 一定要大于100 最好是200个样品 所以大家在我们实验室里 看到这个研究生做在研究的时候 我这个采样必须得是100个 200个或者更多 那就基于这个最基本的理论 那我们还要另外证明 它的遗传的稳定性 我们要在哪里证明 我们要在加系证明 加系呢 我们必须选择核心加系 核心加系就是包括父母子三个人 我们还要选择三代加系 那么这样就会证明 我们在新发现的遗传标记 它在这个加系里边的遗传 是不是很稳定 有没有发生突变 或者有没有发生这个揪失 或者插入等等这些现象 那么另外一个遗传标记 大家看这个遗传标记 是集体 但是我们经过早了以后 在这一段序列里边 很多的这个集体 那到底是哪一段可以用一座遗传标记呢 所以我们就要选一段 用给它设计引物去扩增 在群体里边像四个一样的去证实 看哪一段有多胎性 我们就使用哪一段 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了 STR 它是有不同的核甘酸构成的核心序列 那这一张图表 就是给大家显示的 是吧 一个核甘酸的重复序列 大家看 这是在基因组 这重复序列 在这个基因组占的这个标记 那么这是两个占的这个比例 这是三个 这是四个 这是五个等等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原来四个重复的 在整个的基因组里 占的并不是太多 是吧 占的并不是太多 但是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一类遗传标记呢 因为我们的分析方法不够准确 是人工的在跑电容 电容当时的区别 它必须大于两个BasePR 所以我们为了变异 发现那些突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四个核心序列的 那这个如果它发生丢失 和插入的时候 我们就不足以倒成我们低音的误判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测序仪 我们既可以去研究一个核甘酸的 我们也可以研究两个核甘酸的 如果按照现在的仪式经历程度和成本 我们研究两个的是最好 这张图表给大家显示的是在不同的物种之间 Astia味点的树木 以及和它的密度的不同 那么这个不同的颜色 我们表示的是蓝色的 我们表示人类 这个粉红色的 我们表示的是Mouse 就是小鼠 Rite是大鼠 Mouse是老鼠 其他的动物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大家看到了 不同的物种 它们之间的Astia分布是有差异的 那这里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Astia除了用于法医实践 除了用于诊断疾病 还可以用于什么 物种的进化研究 是吧 尤其是像现在 一堆老鼠肉 跟你说 它这是羊肉 很好吃的羊肉 那我们用这一类遗传标记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来这些老鼠 是老鼠肉 而且我们还可以溯源 这个老鼠是哪里来的 科学的研究 法医的研究 就是要解决用科学的知识 解决所有设计的法律有关的问题 是吧 在20年前 我们大家没有人听说 把这个老鼠肉 是吧 当着羊肉去卖的 那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们法医有没有手段 去打击这一类犯罪呢 我们有手段 这张图更形象的给大家展示出来不同的物种 它的SDR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不一样的 我们说了物种在不断的进化 也在不断的退化 那么这些SDR也在快速的消失 比如说我们最近研究的珠环 它的多胎性 现在已经降低到 威胁到它的生存 那么我们这边表示的 不同的一个核甘酸的SDR和两个核甘酸的SDR 依次类推 它这个衰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这张图给大家显示的是SDR在基因里边的分布情况 在物种 这一篮呢 给大家说的是不同的物种 这是人 这是星星等等 狗啊什么的 是吧 它们都有SDR 所以我们用这些SDR还可以怎么 基因育种 是不是 大家不是经常养狗的时候 我要存种的狗 我要存种的乃羊 我要存种的什么 那我们通过这些遗传标记 就可以研究它是不是存种 那么但这一张的这旁边的这个给大家显示的 就是比如说英虫 就是在这个SDR分布在这个非编码的序列里边 那么CDS编码序列的SNP 还有这个五撇端的SNP和三撇端的SNP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SDR在一个基因里边 它是在基因的各个部位都去分布的 那么这就是告诉大家 将来大家要感兴趣 研究一个感兴趣的疾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分布在这些区域的SDR 去研究这个基因的调控和它的变异 刚才以上给大家回顾的是SDR在不同的物种之间的比较 以及它的数量的比较 以及它的这个密度的比较等等 那么这一张图给大家看的是人的一个基因组 在人的基因组 我们取了四个核甘酸的这样的SDR 在长染这次的密度 这个空的是什么地方 说明这个地方没有什么 没有SDR 那这个线长的地方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地方的SDR 怎么特别多 它的密度特别大 那这一张幻灯给大家显示的是在性染色体上 四个核甘酸SDR的一个密度 是吧 大家看到了没 Y的这一段怎么 没有 而且现在从进化里边研究 Y的这个染色体不断的在怎么 变短 退化就是变短 所以在地球上 最早的没有的是男性还是女性 应该是男性 从上面我们学习了SDR最新的研究成果 而且在各方面的研究的比较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再回到我们法医上 那所以我们法医就选择了 大家现在就不难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SDR作为遗传标记 SDR遗传标记在法医上的应用 是我们的个体识别率达到了99.99999% 那这样的识别率 大家想想看 在世界的人口 比如说我们以50亿计算的话 没有两个人的DNA是一致的 所以DNA可以打击罪犯 也可以震慑罪犯 那么只要罪犯在现场留下了蛛丝麻迹 我们就可以通过DNA技术抓到它 那么这张图给大家显示的 就是说我们SDR的分行的技术 我们在SDR里边 我们每一个位点 这是分析的不同的位点 我们每一个位点都会有 它的等位基因作为类的进行自动分行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为了发现不漏掉新的基因 我们还在这个系统里边 我们添置了大小标记 我们把它叫做Science Lader 这个叫Allel Lader 就是等位基因 Lader 因为我们用的是SDR 而且选的是四个核甘酸 所以大家看一下 十四二命名的Allel 和十三命名的Allel 有什么差别呢 十二的这个Allel 这个等位基因 它的四个核甘酸的重复序列 重复了多少次 十二次 那十三呢 那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多少呢 四个核甘酸 所以这样的一个命名 单位基因的Allel的命名 要比我们在RFLP用大小去命名 大大的进步了很多 就避免了DNA出错的可能性 那么而且我们为了 又为了一个指控标准 就是说我们DNA 为什么我一再讲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技术 有高度的指控 我们还给它加了一个标准的Lader 如果说十三的这个等位基因 发生了Mutation 它的Mutation可能表现为两种方式 一种十三的基因重复了两次 我们把它叫做Insert Insert 就是插入 如果它少了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Delation 如果说它正好是插入四个核甘酸 十三的基因是不是就变成 十二的等位基因了 但是往往突变 它不是那样突变 它是少了一个 或者少了两个 就Delation 要么一个 要么两个 插入 要么一个 要么两个 所以这个十三的等位基因 它就会变成了 十二个 加三个核甘酸 是不是 或者加十五个核甘酸 它又没有到上面十四个 那这个基因跑的时候 还在这个位置吗 不在这个位置 少一个的时候 它这个基因就在这个位置 自动基因分行的时候 多一个就会跑到 这个标准普代的前面 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 它多了一个 少了一个呢 我们下面有一个内标 我们叫 对 Science later 是看一个核甘酸 一个核甘酸 所以 讲到这 大家就会觉得 基因斯干 原来是非常科学的 它考虑的 基因突变的各种可能 都可以正确地分析 另外一种技术 那么就是 线离体基因组的分析技术 我们用联合的 多位点的 SMP分行技术 分析单背形 和标签的SMP 那么这样就可以提高 我们认定个体的准确率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的基因组里边 在核里边 是一个核基因组 在我们的包疆里边 还有一个基因组 叫什么 线离体基因组 这张图就给大家显示的 线离体基因组 线离体基因组 它的Size有多大呢 它是16KB 就是16000多个 Basebier的核甘酸 不像 我们的基因组 核基因组有多大呢 30亿个核甘酸 那一般 我们法医上 经常用的是这一段 非编码的 我们把它叫做控制区 或者D-loop 这些都相互编的 呼吸链上 所很多重要的基因 那么我就在这想 这个线离体 是最节约的一个 它的每一个段 都编码有基因 它不像我们基因组 那么浪费 是吧 真正编码基因的 2%的核甘酸 98%的基本上 是不编码基因 可是线离体不一样 每一个核甘酸 它都编码有基因 它这么小的一个 编码了这么多基因 那么这一张幻灯片 就是给大家显示 我们测定高辨区的 检出的SNP 那么我们依次 就可以检测 9个SNP位点 那么为了提高 SNP的识别效率 和实验的效率 我们着重研究到 它的TUG SNP 或者标签SNP 那么这一类SNP 我们尽管做了5个位点 我们可以达到 这么多位点的识别效率 所以这个就叫TUG SNP 这一张图片 给大家就是显示的 单位点的RFLP技术 我们刚才在讲STR的时候 我们是把一组的STR 联合的一起进行基因分析 那么由于这个RFLP 它的长度一般比这个STR长 因为STR一般最长的 大概就是不超过300个Bispr 但是我们RFLP的一个位点 一个位点 它上面的等位基因有多长呢 基本上是2个K到20K 就是有2000个Bispr 或者到2万个Bispr 这样的一个长度 因为它在一个位点里边 因为我们都知道RFLP 它里边有很多的等位基因 所以它这些等位一个位点 就可以达到接近百分之百的 这样一个识别率 所以它的片段大 等位基因多是它的特点 但是它的这个技术不容易标化 不容易自动化 所以现在用的越来越少 但是其实在研究疾病的这个方法 还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过去在发文章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RFLP杂交的 这样一个光是这个STR的 一般杂志还不接受呢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学习的 关于这个遗传标记的理论 和它的分型技术以外 这些应用到我们法医实践中 广掌握那些知识还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些分型的技术规范 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知控标准 那么建立这样一个知控标准 牵扯到几个方面学科的内容 生物学 基因组学 因为我们要把DNA 做成标准的DNA去应用 这一类DNA一定不能降减 还有一个重要的 这一类DNA不能怎么 不能被污染 如果污染了 就会有别的DNA出现 会影响我们的判决结果 那么第二个方面 用遗传学的知识 我们在个体识别的时候 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用到大量的遗传学的知识 现在的DNA的信息 跟我们足够了大量的信息 用肉眼或者让人工判刑 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 借助网络 借助数学的方法 可以对大量的信息 DNA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 是我们的识别率 和我们的工作效率 大到的提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做个体识别的时候 在做这个亲子鉴定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基因频率 所以我们基于 这样的一个法医学的 基本需求 我们建立了我们中国 不同民族 不同群体的DNA的数据库 那这个数据库 不光可以用到法医 而且对于未来的 个体化医疗 个体识别 都积累了医手的资料 比如说将我们将来研究 群体遗传学 考古等等 都会有很广阔的应用价值 那第三节 我们看一下 这个法医的应用 法医的应用 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个体识别 同意认定 还有侵权鉴定 在司法时间中 我们独特的 中国不同民族的DNA数据库 是我们个体识别率 达到了99.99%以上 那么这样的一个认定概率 符合了遗传学上的 基本要求 个体识别 大家知道 在2005年的时候 泰国海校 我们承担了泰国海校的 这个救援任务 主要做的工作 就是对遇难者 进行亲缘认定 和个体识别 同意认定 那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犯罪现场 我们提到了 一些特殊的 微量的物证 我们要建立 微量物证的证据链 那我们就要对 这些物证进行识别 这些物证识别了以后 我们还要把它和当事人 和受害人 联系起来 那么这样才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证据链 那我们经常在现场 往往看到的 就是一滴血 或者一颗牙刺 是吧 或者一个毛发 或者一个血型 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个 DNA基因扫描技术 就是对米粒大小的DNA 血迹 我们足以可以实现 DNA的正确分形 这一张幻灯 是给大家举的一个 真实的案例 2006年 发生在我们陕西的 一个特大杀人案 那么在一个寺庙里边 13名乡客 和这个僧人 被凶杀 当时的怀疑人 有6个字多 那么我们当时 就是在现场 发现了这个烟头 通过这个烟头的DNA 来锁定了罪犯 最后在一个月里边 在这个化塞里边 把这个罪犯 抓到 做拿归案 那么在DNA遗传标记 和DNA方法研究 和建立的同时 因为我们在案件里边 经常会碰到一些 疑合的鉴定 那么这一张画 给大家显示的 这个疑合骨的DNA建计 就是我们自己 建立起来的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这个方法 就是用一克的 疑合的成就骨 我们就可以正确的 DNA分形 而且剪除死线 可以做到80年 那么我这里所指的 就是核DNA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 实验室建立的方法 就是利用绒毛 进行侵权鉴定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婚姻外的 犯罪案件 和婚姻外生育 比较多 那么 怎么样能够早期的 对这些 受孕的妇女 进行鉴定 这个胎儿 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或者是嫌疑犯的 过去的方法 我们是要等着 胎儿出生以后 用血液进行鉴定 那么我们建立这个方法 不用 在认准早期 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用绒毛的DNA 就可以正确 判定亲缘关系 那么第四节 我们讨论一下 法医DNA发展的方向 法医DNA发展的方向 主要体现在 法医DNA分型技术的 自动化 数字化 和标准化 那我们收集 资源就是 现场收集这些样本 我们对它进行基因分型 这些基因分型 全部可以数字化进行管理 那么对于我们 这些做的DNA分型 我们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来进行数据认证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资源共享 那么比如说像DNA检索库 这就属于资源共享 这张幻灯片 是给大家显示的 这是我们的DNA分析仪 我们拿到了DNA的样本 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DNA分析仪下 进行自动的分型 那么自动分型的机器 我们就可以通过大型的计算机 进行自动的识别 那么这样识别的结果 我们可以数据 利用网络的平台 可以数据网络上 那么这样 每一个实验室 全国的每一个实验室 只要它做了DNA分析 我们就可以网上识别 网上遵纪 罪犯 尤其是跨国的罪犯 就非常的节省这个 警力和财力 这就是法医DNA 自动化和标准化 那么新的遗传标记 最代表的 就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 Lobo STR Lobo STR 主要的就是一个 是查找它的核心序列 那么这个主要是 我们通过互联网 因为我们中国参加了 人类基因的计划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互联网 在NCBI上 找到我们感兴趣的 DNA的序列 我们再用专门的软件 来找到它的STR的结构 那第二步 我们就可以对着 胆性的基因去定义 和鉴定它的这个 重复的数目 那么我们就可以 最后一步 我们就可以用低音分析仪 对它分形来认定 或鉴定它的 ALEO就是等位基因 那么分成这三步 那么下面这个图 就是第一步 我们是怎么样查找 我们去检索STR的这个RAIS RAIS就是它的片段 那发现这一片段 有两GT 这样的一个重复序列 重复单位 好了 我们去认定一下 再在基因组去比对一下 这个T在这个基因组里面 是不是唯一的 如果不是唯一的 它在很多地方都出现的话 那这样的遗传标记 就不符合我们的应用 我们一定要 它有特异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它定义 是吧 给它定义 我们在它的两段 设计引物 我们就可以用PCR 体外扩增 很快地把这个基因扩增到 在没有PCR技术以前呢 我们要鉴定一个基因 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现在我们鉴定一个基因 一个小时就够了 在实验室里就可以完成 那么第三步 我们就是对这样的等位基因 去分形 那么就是在群体里面去分形 结果我们发现 有些 我们一共是做了五个个体 这两个个体 它是重复了六次 有三个个体 是重复了八次 那我们大家怎么明明呢 重复六次的 我们就说allel 这是六 那么重复了八次 我们这个allel就是命名为八 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们在开始做STR的时候 我们选的核心序列 是几个核干酸 是四个 可是我们在做lober的时候呢 选了两个 这个会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我们分析的长度更短了 是不是 我们分析的长度更短了 我们在很短的 在一百个BP里边 我们就可以分析更多的什么 STR的遗传标记 过去的分析总长度 我们要三百个SP 现在我们 大家看看 我们可能五十个 一百个就够了 所以 但这样的一个节省 可是不得了 在我们大量的海量的信息里边 它省了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二的 这个信息量 是我们将来DNA检索的速度 会变成什么 更快 如果原来我们用十一分钟 检索一个遗传标记的话 我们现在可能用六秒钟 三秒钟 就可以检索 所以 开发 更短的 更小的 STR 对我们法医 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是非常经济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那么这就是体现了 像科技要经历 我们很短的时间 可以分 很好的遗传标记 而且这一类小的遗传标记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 它相对的稳定 不容易发生突变 四个字时候 是吧 它会 发生什么 缺失 它会发生 什么 擦入 那么就两个核甘酸 它一般在复制的时候 它的片段又比较短 所以它发生的概率就非常低 也不是不可能 它会很低 刚才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 Lauber STR的定义 我们是怎么样发现 Lauber STR 那这一张图 给大家自举了 一号染色体 和二号染色体 三号染色体 Lauber 的分布 就是说 这些遗传标记 我们将来要把它 用于法医实践 我们现在 开发的这一组遗传标记 大家看 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一组Lauber 开发的是 四个核甘酸的 刚才那一组 开发的是什么 两个核甘酸的 因为为什么 我们既要开山 发两个 开发四个 开发那两个 我们将来 主要可以用的 个体化医疗 开发四个的 我们将来 主要用于 法医实践 因为这是我们 最近一个 国家的重大项目的 研究内容 所以 新的遗传标记 我们要随着 基因组研究的发展 新的遗传标记 才会不断地 发现和应用 刚才给大家 举的Lauber的例子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还要符合 分析方法的可靠 快速 简便 微量 标准 那么新的遗传标记 我们还要证明它 能够在遗传的 稳定性 是吧 符合Mender遗传规律 那我们还要在群体 要证明它 具有遗传的 多态性 还有高度的杂合性 那么第三小点 就是教育 与培训 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 教育和培训 变得越来越重要 DNA技术 能否正确的应用于 法医实践 教育和培训 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是关键 所以我们也同时 还要制定 统一的支控 试剂 技术 和分析结果的 国家标准 这样以保证 我们DNA的正确使用 和减少我们DNA案件的误判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各位 謝謝你们 and take care 吧 Let's do it